大家好小伙伴们 今天给大家讲一期 零电脑基础,零技术的 没有任何门槛的网络拽展项目 今天重点讲有三个平台 而且收益还是比较稳定 操作方便,收益稳定 在开始政客之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讲些什么 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专注商城系统开发 社交媒体影响,网络创业 跨境电商,自媒体和网券 这些 如果说你第一次来我们的频道 还没有订阅的话 点击一下这里的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的视频 然后每次视频的内容都是不重复的 然后每次介绍的平台 都不一样 各有各有特色 各个平台适合 每个平台适合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阶段的创业小伙伴 那上一期视频就是讲听歌赚钱 这个要有一定的粉丝量 这要有一定的粉丝积累 就是400个follow 这个八大网站帮你实现日行300美金 这个需要长期的启雷 和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这个一分钟赚5美金 这个倒是只要会PS 或者说Fotshot 就是这个话 这个也比较好挣的 然后的话看视频就是赚30美金 这个也是没有技术含量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重点做这个项目 然后Google搜索内容做评价 一个小时赚15美金 这个项目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怎么降低Google AdSense 无效点击的话 就是做网站 做网站广告的 这个是做网站的小伙伴们要去管制的 这个要有自己的网站 要有一定的电脑基础 这个项目的话 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是专门做Edison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开始做 开始讲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开始重点讲一下 我们这节视频的主要内容 那么现在开始进入正题了 好 谢谢大家 那开始第一个平台 Pay to read email 这个平台就是毫无 顾忌的就是说 直接字面意思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 嗯 读 邮件 赚钱 就这么简单 读邮件赚钱 你是男性就男性 你是女性就女性 然后这里 名字 邮箱 这邮箱一定要注意一点 这邮箱 也真实 然后因为他会发邮件给你 从你的邮件列表里面 读去看那邮件 然后赚钱 Pay to read email wants to pay you 进行 然后呢 他怎么样 怎么样去赚钱呢 就是很简单 第一步注册 第二步读邮件 第三步 就 赚钱了 就是得到收入了 读邮件 就很简单 他发了一个邮件 发到你的邮箱 你的邮箱里面有一个邮件列表 邮件列表 然后点开 点开一下 大概就是说 点这么一个邮件的话 大概花不了0.1秒钟吧 0.1秒钟的话 你可以赚0.1美金啊 0.1美金 这样一个收入 你点开就好了 对吧 然后他就是 这里啊 付款 最低是5美金起付了 是5美金起付 然后你注册的时候 你首 首次加入注册的时候啊 他会赠送一个3美金啊 你注册好了 然后集合了 然后就有3美金啊 你的账户里面 然后如果是说 你觉得 这其他任务 你也可以做一下 也可以的 你觉得说 里面有调查呀 什么之类的啊 0.5美金到1美金 你可以调查 就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 嗯 就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你的朋友 也来做这些任务的啊 然后就是说 这个平台的话 主要是读邮件 读邮件啊 赚美金啊 第二个 这个平台还有一个 做调查赚美金 这一个啊 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说每天的话 大概你能收到 10公8封 系统发给你的那个 邮件啊 系统发给你的邮件啊 然后你把这个邮件 那边里面那个邮件 点开就好了 点开一下就是0.1美金 点开下一个 又是0.1美金 然后这个平台的话 如果你在做一个到两个的 这个 service啊 service啊 这个调查的话 这会 嗯 收益 美金会多一点啊 多一点 但是你花的时间 可能要多一点 因为那个点击的话 0.1秒能赚0.1美金啊 那么这个平台呢 合着的话 你一天大概能赚多少呢 你一天大概能赚个 2美金到3美金啊 这个平台就是独邮件 赚美金 这个平台的话 大概赚 2美金到3美金啊 一天 然后 起伏标志15美金啊 然后的 你大概两个礼拜 就能收到一次款 等两个礼拜就能收到一次款 嗯 这是这个平台 啊 这个平台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在我的那个 可以在我的这个 这个视频节目下面 就是说留言 就是说留言 然后我 我也给助理 大家解释一下 怎么怎么弄啊 然后注册的话 这个很简单 点 点 点这里 然后你是男的 是男的 是女的 然后是你的密码 然后记得 有一个特点 就是 名字一定要用真实的啊 啊 如果是说 还有邮件必须要用真实 为什么要用真实名字 因为PayPal付款 它会用PayPal来给你付款的话 你如果名字不真实的话 这个款就会收 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个就 今天就 就讲到这里 啊 然后呢 然后你的后台界面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 你进去以后 这里有一个 呃 注册好的 就一个三美金啊 这一个是积分啊 就是做了有些任务是积分的 便利积分 这个你可以 不用搞 啊 Pay的Email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 就相当于你个人收益的一个列表 在这里 一般都展示在这里啊 这 这 啊 这个是调查啊 这个是应该这个调查 0.75 这个调查 啊 这这些 这些都是任务 之类的啊 今天 嗯 这个平台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瑞朵邮件 赚美金啊 那下面这个平台啊 就是Pick Pickworks Pickworks 这个平台的主要是点赞 赚美金 点赚赚美金 其实相当于国内的 或者说大陆这边的啊 大陆这边呢 就是说 嗯 啊 微信啊 微chatch啊 还有那个微博啊 然后点一个赞 就是那个小指头啊 点一下 然后那个 或者点一个小红星之类的啊 点一下啊 这个就 就赚到钱了 那么他这个点赞的平台 主要呢是 Facebook Twitter Interest啊 你美国最大的相册啊 Interest Facebook 社交啊 这个 在海外的话 就是很平常的这些 这些APP啊 什么 App上面啊 然后他的 每点一下子就是2美分到5 2美分到5美分啊 这样 也是一个 0.1秒钟都不到的一个动作 就可以赚到 0 2美分到5美分啊 就是这个 你一分钟可能点好多好多个赞的啊 只要你 就是说这个任务 这后台有任务 你进去点就是了啊 然后 这是点赞的任务 这个平台主要是给大家介绍的点赞任务 当然 还有其他的 什么 注册的任务啊 什么注册的任务啊 什么下载的任务啊 还有什么 下载的任务啊 还有什么任务啊 还有什么任务啊 还有调查的任务啊 这些之类的啊 还有 安装啊 注册啊 这些任务的 然后单价 看到没有 在他们的任务类表里面 单价都有标明啊 然后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说点赞 你如果你纯 只做点赞 这个 这项任务的话啊 不做调查 不做下载安装的话 那 这个只能一天赚1到3美金吧 赚3美金4美金这个问题也不大 如果是说你偶尔做个下载安装 就是说下载个APP安装一下 这个就1美金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如果把其他任务也做掉的话 你这个平台的话 一天赚个七八美金和10美金 问题不大 如果没有账户的话 点击这里注册 然后 它是这个付款方式 成为PayPay的付款的 看到没有 其他的付款方式的话 我觉得一般人是不太实用 但是PayPay的这个全球通了 这个是点赞 主要这个平台主要是点赞赚钱 那这个平台是点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看广告啊 点广告啊 点在线广告啊 这个平台主要是点广告挣钱的 系统 它们系统你注册好账户以后 系统会在后台 推荐广告给你 然后广告有广告列表 你点开第一个广告 点完了以后 它会付费给你 点完了以后 你在后台会显示 比如说你点了一个 就是说0.1美金 然后又点了一个 又是0.1美金 比如说点了10个 它就是1美金啊 然后这是那些兼职人 做兼职的那些人 那些评价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们平台的任务量呀 注册呀 还有这个付出了多少的 叫做付出多少美金啊 对吧 Use cash and by members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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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平台有 嗯 2万 有22万注册用户 22万注册用户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 然后这个是 付出的薪水啊 然后这个 注册 大家注册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应该这个 就是 一个点金 就是0.1美金吧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第一步 注册自己账户 第二步 浏览广告 看广告 看广告 当然它也有做调查的任务 还有其他的任务 啊 这里重点介绍 大家就是 接广告 看广告 这个太简单了 就是10秒 一个组件 就是就可以把钱挣到 然后这三个平台 这个平台大概一千 能够赚个 10 10美金 8美金吧 就是这样子 你要花十来分钟 或者七八分钟 那么这三个平台 就是说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 这三个平台的话 加起来 这三个平台 加起来 一天赚个十到二十美金 这是挺轻松的啊 然后这三个平台 做起来的话 你大概需要花 你每天二三十分钟啊 每天二三十分钟 也就是说赚十到二十美金 每天二三十分钟 这样的 但是这三个平台说 你要说赚大钱的话 像前面那平台 前面介绍的几千 那平台的话 这个问题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他这个单价低 然后给的任务 不是无数目 你知道吧 也就是说 他的任务量有限 然后单价低 然后后来只能说 让你们同时做三个平台的话 一月赚个三五百美金 这个问题不大 如果说你想赚更多的话 那你就看一下我上一期 上上期讲的那些视频节目 那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和有一定的粉丝积累 或者他总之他有一个门槛 但是这三个平台的话 无任何门槛 只要你会上网 有一台电脑的话 你就可以赚到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各有各的好处 这一期视频呢 主要是针对网络小白 就是说 有点控制时间 赚点万块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是说小伙伴 对我这个节目 这期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是欢迎大家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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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